法家自己本身不容易獨存 封建時代是一種家族血緣倫理,法家要提倡一種超越家族血緣的公義 商鞅宴法 商鞅勸秦孝公宴法,反駁甘農的質疑 三代是不同理而望,古霸不同法而望 古霸這個伯在古書裡面念霸 古霸不同法而霸 治者作法,愚者治焉。賢者耕禮,不消者居焉。 聰明人是作法的,笨的人是被他所居治的。賢者耕禮,不消者居焉。 商鷗和甘龍,商鷗主張變法,甘龍主張守原來救體制,日文時代都會有許多守救體制。 我們要把臺灣做個根本的變法,那一定會有很多人滿變法。 於是,商鷗講出了這一番話。 《史記》裡還有一段記載,說商鷗剛開始跟秦孝公講的是一些非常富有理想系的帝王的大道理。 《衡合法》陣道就351,透過把药有偉疑的語言。 spice 1、資料馬 因為增楓結論是著無話。 他他們付一些遠俗的古語言方說王他父母的ブassin line是詢子 marque人叫 portfolio, 傳統的書ket www.bassin line說對罪行人朋友者人。 一種人意道德來治天下的作法,只是說這個不是復活強盡之術 中國意識上最有名的變法有三 井商鷹成功 另外一個是王安石的變法 還有湯有為的變法 中國要變法不容易 不過這時代所不同 因為王安石是一個宋朝 康有為是清朝 國家的規模都很巨大的 秦國只是屁在西垂 而且當時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 所以還是一個 恐怕連中型的國家都還談不上的一個國家 所以小容易變法 大困難 越大越困難 這是必然的事情 他的變法成功 成為秦統一天下的基礎 這是謙國的大事 為甚麼 他容易變法 除了他小之外 另外 因為秦代當時被人家視為遺體 他的文化是比較落後的 他的文化是比較落後的 而且公主跟貴族比較弱 所以我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他們的 相對來講 他的封建制度其實不是那麼的深入 他的貴族是比較少的 文化又是比較弱的 國家又是比較被視為落後的 商鞅變法的成功 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例子 反過來說 中國要變法不容易 中國歷代要變法 成功是很困難 國家大 文化自認為高 然後 既有的體制 支持者多 不像公主跟貴族比較少 這三個因素 都使得他後來不容易變法 國家大 自認為自有的制度跟文化是高的 然後 現有的體制支持者多 這三個因素 都使得他後來不容易變法 商鞅 怎麼做呢 商鞅 商鞅 怎麼做呢 商鞅 做法 是這樣的 商鞅 商鞅 任主 我要關碼 不告奸者腰斬 法家的刑罰 告奸者與斬敵者敵手同賞,命奸者與降敵同罰 社會控制 社會控制 互相監視,無人敢為非所耐 農戰 農戰 提高生產力,戰是從事戰爭,以實際的農業生產和戰功作為一切,要完全改變了既有的體制。 太子的犯法與民同罪,儘管後來因為太子軍事也不可施行而刑起老實。 太子的犯法與民同罪,也不可施行而刑起的本性。 這次的犯法是非常嚴厲的,令出而風行。 老實說,只要有人要把一個木頭把大作為,那邊要刑上很多金子。 他就加倍,賞色金額不斷往上加,到最後有人說,那我孤寫一事 孤寫一事之後,他就真的把這個金子刪給他了 史上最好的宣傳 但我們現在很多人都知道 他做了一個非常有效的,令出必行的一個宣傳工作 同時告訴我,你不必去懷疑或去猜想,我這個法令可不合理 新的法令你們會覺得不合理,沒道理 我出令一定比行,賞罰分明 這就使得全國設計的改變 透過這個方法,提高農業生產力,提高戰鬥力 這就使得全國設計的改變 秦國跟魏國,就好像仍有復興之極 要不然就是秦病了魏,要不然就是魏病了秦 所以,如果魏國擋不住秦國的話,一定要往東邊走 一個在關中,就是今天陝西這個地方 另一個在關中,就是陝西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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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擋不住的話,一定要往東走 在關中,就是陝西去河山之故 他就可以佔據了韓國的關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從陝西這個地方,要出關 入中原的必要的一個關道 那麼東向以至諸侯,此帝王之夜也 所以他非常有戰略跟底的眼光 在臺灣的第一島鏈 從日本、韓國、從北亞 從北亞 一直往南走的交通的調道 所以是戰略要地 從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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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北海 從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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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Opt 黃河 人都擁有偷舵盈藝的心理,或是不好的習慣 人都擁有偷舵盈藝 努力從事生產,努力練舞,禁止私鬥 講攻戰 只要你能夠在戰場上殺敵,我給你很高的賞賜 如果你每一次在家鄉、鄉女中間跟人家鬥過 我給你很重的懲罰 要一次對外 讓全民從事生產或軍工,官員一意執行命令 不可有不正的心思或舉動,完全聽主上之令 同時壓抑商人 商人是無助於真正的生產力的 上層的命令簡單明了,下層老子簡單,全部聽從上面 一心致力於提高聖南戰力,戰國時期 Engagement 這在農業社會即使越來越來越重 根本的農業生產 立志好 竟然不會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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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法家思想,確實如一般所知的核心是復國強兵,基本上做法是極權中央,打擊這位貴族 如果要提高他的戰鬥力的話,法家的做法是很有效的 對岸基本上是用法家的做法 對岸的思想是墨家家法家 墨家是他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基礎 我是社會主義,我是照顧全民,我是奸愛,我是平均 這是他的意識形態也好,是他立國的理論的基礎 這是皆經墨家的 加上上銅上銜,全國一致,執行中央最高的 另外,用法家 極力的提高生產力,以及全新的提高戰鬥力 由在所謂,科學通知的上學會獨立在 德國會希特勒 法家的這個做法是增加我的財富,增加我的戰鬥力 有些人在現代世界這麼幹的,在職場裡這麼做的 也有這麼幹的,競爭力跟戰鬥力 現在有些年輕有為的人是用這種方式來做人 法家的這個做法,跟西方文復興時期的馬基維利 馬基維利 法家的權力是有類似的地方 所以也有很多人喜歡做一個比較 他們有共同的地方 都是認為 政治的運作首先必須適當地處理權力問題 他要把權力集中 然後君王呢 要利用恐懼、控制等字數集中權力 馬基維利明白說 你讓一個人很高興,他是可以替你做的事 但是沒有絕對的控制力 你讓他恐懼,才會有絕對的控制力 他只能替你做事 所以他明白這麼說 法家也是類似的說法 上罰分明 法非常嚴 你不敢不照他的做 給你很高的上 那這跟馬基維利歷史是一樣的 建立有效運作的政治體制 然後他才能夠談下一步 所以 有人說 那他是不是古代的馬基維利 馬基維利是西方現代政治學的史主與鼻主 馬基維利是西方現代政治學的第一人 馬基維利是西方現代政治學的史主與鼻主 是西方現代政治的理論 政治是要完成公民的德性 是公民透過了政治的參與 才能夠把他的德性做一種完成 所以 城邦的完成 跟個人的完成 是一體的 這個事情 不光講 雅里斯多怎麼講 從波拉圖的 Republic裡 對於意思也是類似的意涵 而雅里斯多講得更清楚 所以古典的西方政治學跟儒家 法家 法家 跟馬基維利 政治的核心 不是什麼高談倫理道德這些事情 就是有效的控制 因為你談了再多的倫理道德 如果說政治失序的話 也沒用 因為佛羅里斯當年正處於一個政治 或著政治 在義大利的城邦 不光佛羅里斯 經常處於各種的 所謂、權力的混亂、鬥爭 暗殺當中 所以 真正的 看見 那個歷史 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 他說要有效 那 這跟西方的 現代政治學的始祖 有類似的地方 馬基威利 商鞅面對的是中國式的封建 他的權力比較集中 西方的封建比中國的權力更分散 因為他從來沒有像中國這麼有效的集中過 像文武周公 所以相對集中 但是都有舊貴族的問題 為何在西方馬基威利的地位非常高 而在中國來講 商鞅的地位其實蠻低的 歷史上來講 那就是因為儒家的偏見 因為儒家始終就說商鞅這樣做是不好的 這是大道或是王道 不講仁義道德 所以到了現當代 有個人很有名叫梁啟昌 你們或許知道 我們要重新認知中國政治 就要談中國六大政治家 那麼這個六大政治家 第一個就講商鞅 就是這些 基本上大眾法家 為什麼要復國強兵 王安石 這些在古代來講 評價都不高的 王安石在中國古代 評價都不高的 評價是很差的 到近代會評價對得很好 就政治上來講 王安石的文學很好 政治上對評價是很差的 人品也比你評得不好 這個整個翻轉 其實表示說 我們有受到西方 近代政治思想的影響 但是不是僅是如此的 是不是只是一個儒家的偏見 使得像商鞅這樣的人 甚至像王安石這樣的人 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呢 我覺得不光是如此 我舉出幾個不同的因素 來看 第一個 我認為大國刑法家的結果 最後是恐怖的 在秦國刑法家 是OK的 秦國用三樣變法 一直到秦統一六國之前 到了戰國末期 尋清入秦國 看到秦國 叫做秦景有條 官吏跟老百姓 都有有古風 樸實無華 做事情 都是守規矩 勿實 其實滿好 但秦兵六國之後 卻不來了 他用法家之術 對於六國 都做的時候 就發現 會變成 過度的意識 名利 過度的言行巨乏 使得天下騷動 他做了長城 遲道 修陵墓 還有人民大量的遷徙 按照法家的意願 我要怎麼控制就怎麼控制 所以 面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的時候 反而會造成了 很動亂 騷動的結果 最後天涯大亂 這很有趣 那 就是全面的控制 會造成了 根本原因可能是在於 就是 到了皇帝的這種情況的時候 皇帝跟老百姓距離太遙遠 中小型的國家 或許 當然可以 馬基維利 當時講的對像 Florence 非常小的國家 你們去過Florence 都沒有 去過 都沒有 去看一看 很小 非常小的一個過程 西方國家的規模 一開始都是很小的 雅典的 只有十萬公民 一般 一般 極盛就不夠十萬人 極盛就不夠十萬人 但是他有三十萬的奴隸 所以 我們士林就有五十萬人 其實規模都小 這是一個大國跟小國 中國的這個政治 從三代以下 他是一個大國的政治 所以他的那個思維 他必須要處理他這個巨大的一個問題 法家 為什麽在中國的歷史上 評價低 大國一代用法家 常常不見得有好結果 他要用 也只能偷偷地用 楊如陰法 體儒用法 體儒用法 也不能只全面法家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馬基維一 西方基本上是基督教背景 而且還有一個古典的背景 馬基維一 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古典學者 所以 他有一個古典的 還有基督教的背景 而這個古典的背景 常常用 還是提上共和國的背景 所以古典的共和國 再加上 這個基督教背景 使他自然能夠對於法家的 一個做法 加以制衡 中國這樣的大的帝王之國 一旦擔心法家的時候 他沒有其他的宗教制衡 也沒有古典的制衡 這樣子的話 會產生問題 所以 這就使得說 法家雖然說 他的生產力、戰鬥力是非常強的 非常有效的 可是在中國歷史上來講 始終會受到批判 而且 他會輕便於容易 使注意生產力跟戰鬥力 殺人越多 攻擊越高 到最後那個倫理跟道義的基礎 會整個徘徊 所以 他會非常多多 以為上 法家 法家 就是 所說的 法家 爲 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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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是用法治的。 西方的韓國拉比法典更早,羅馬法比稍微早一點,但是也夠早了,兩千多年前。 為什麼中國沒有走上法治,而西方如此重視法治呢? 西方的這個法治的源頭,是對於神明的信仰。 喊摩拉比法典 神明給他法典 王到子民都應當接受 十戒 摩西上到那個山,從上帝那邊得到的石碑。 西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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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律法 西出生 西方的土地 西奈 西方 正確無人之生 西方的確無人之間 西方的不中規則 西方的據 西方的經濟 西方的信仰 西方的相對 西方的確無皆 法治的第一個根源 中國恰恰不是一個宗教性的國家 中國在很早的時候就把宗教吸納入政治裡頭 所以變成政治是領先的 變成政教、政教 但是他不是宗教性的國家 這樣情況底下 他不容易變成法治高 第二,西方法治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源頭 就是羅馬法 這是共和國 就是公民跟貴族一起 就是平民跟貴族 就是所有的公民在鬥爭 就是平民跟貴族鬥爭當中 提出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一套法治 這是羅馬法的源頭 所以它的源頭 是成邦的這一種公民 然後在公民的體制裡頭 因為 像羅馬法 就是平民跟貴族的鬥爭 就是平民跟貴族的鬥爭 這兩個人應該中國都不存在 這兩個人應該中國都不存在 不是完全沒有神明性 都是不重要的 共和國的體制基本上都不存在 所以 所以 它就不容易 所謂Rule of Law Rule of Law 就是 用法來 治我們所有的人 法 是超越這個概念 本身 首先要有宗教的支撐 其次 要有個共和國 我們大家一起立法 我們大家立的法 我們願意遵從 羅馬法的詮釋人 詮釋權在誰的手上 是誰有權力來詮釋這個法律的內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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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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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方一切法律的源頭 一句話 羅馬法極為重要 所有現在西方法律的源頭 都是羅馬法 是正觀的 不是正觀 羅馬主教 方向對了 不是主教 但方向對了 羅馬的這一些宗教的祭司 羅馬法 從源頭上來講 跟宗教也有一些的關係 羅馬法 羅馬人自認為 他是全古代文族 民族裡頭 最具有宗教感的民族 他們非常自豪於他們的宗教 所以你們要了解 人類的文明 為什麼走上不同的路子 但是很早就走上不同的路子 埃及就是埃及 埃及是埃及的路子 埃及是埃及的路子 印度是印度的路子 伊斯蘭是印斯蘭的路子 西方的西方路子 他很早就當不同的路子 西方為何種法律呢 因為有這兩個大源頭 神明跟共和國 尤其是神明 全世界所有種法制的文明 全世界所有種法制的文明 一開始都是宗教性的文明 一開始都是宗教性的文明 所以中國沒有種法律 中國是理智 理智是倫理關係 人跟人之間的倫理 為中心 正就是儒家 一路到清代 都是以理智為中心 以法為福 政治社會秩序的基本建構方式不一樣 政治社會秩序的基本建構方式不一樣 今天華人世界的守法能力 一直是不好的 不太種法 這兩天正在鬧一個事情 有個人去 從台南開車到台北的一個 西餐廳 定了一個位置 西餐廳 他有一天 超過15分鐘就把定金沒收 定金是一個人三千八 兩個人七千二 他20分鐘才告 真的被沒收了 他很深接去告 告這家3T 但問題是定位的時候 旁邊契約起來很明白 就是你超過15分鐘我會沒收 但是 網路上會這些事 一間的吵真兩邊 有一半人支持,有一半人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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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人反對。 他的反對話也算不公平,不合情理 你算是不合 Back 閉宿 這是法治,把法治理文 outsiders大陸 中國大陸西亞改善 文明中幾千年前已經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各個的原因。 《從上而下的嚴整諮詢》 《官僚體制》,上層嚴格操縱法律系統,嚴整的制度。 《從上而下的制度》,永遠沒有辦法直達人類的生命和文化的本源。 人類和生命文化的本源是人的情感問題、倫理問題、道德問題、生命的道理、向往、意義問題。 這個法家都沒有辦法提供。 儒家為何能提供呢? 因為他是家族主義,家族天生會給人情感,也有倫理。 家族內部自然會得他的道德,也會是生命的源頭。 法家不是這樣,法家直接從國家上才,為了國家復國強的學校直接下去。 他不管那麼多。 所以他是容易建立嚴整治癒,可是缺乏本源。 所以法家歷史的經驗,中國歷史的經驗,光法家是沒有辦法長久的。 而另一方面來講,中國法的一個重要的面向, 根據福山,福山大概是目前全界最有名的一個政治學家。 法家是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國家體制,早於歐洲一千八百年。 所以他是最早建立了福山那種畫面,就是建立了一種現代化的官僚體制跟國家體制。 那這個事情不光是法家,其實墨家也有這樣的傾向。 只是法家把他落實了。 法家建立秦國,後來恨成秦法。 中國上層的整個法系、法治、官僚體制都是演習法家來。 所以法家不光是商鷹,他是秦,秦朝。 秦朝,然後漢的法是,漢所謂法不是光是法律。 漢朝的整個制度跟法律都不是演習秦朝。 所以這一套東西就變了中國後來的國家體制跟政治的基礎。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其實是全世界最早的現代化國家。 在國家這個面下。 那現代性當然不光是這個, 現代性更核心的東西,更重要的是生產力。 資本主義的內種生產力是現代性的核心。 所以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核心。 但是講國家體制的話, 中國是發明了最早的現代國家體制。 但是光效是不夠的。 但是也因為它發明了國家體制, 所以能夠有秦漢的,底下的這麼巨大的帝王之國。 或是沒有辦法維持。 儒家是沒有辦法建構這麼大的帝王之國。 儒家是封建的國家。 儒家的基本的倫理、道德的思想都是封建式的, 不是帝王式的。 後來這兩種東西柔和, 但是基本上來講, 是它底子還是封建的, 是家族式的。 法家就不是家族的。 所以法家就建造了最早的體制。 那這樣也就比較簡, 解答了中國的體制奧利。 中國的體制奧利, 最為我簡單跟各位講, 叫做體儒用法。 它也儒家為體。 但是在上層的官僚制度跟法律上, 它大量用了法家。 這是非常聰明的一個結合。 用儒家給於他, 倫理道德意義、 價值、 人生、社會的安定。 用法家, 進行上層的整合。 戶後非道德意義 所以我們不是光是講一個商鞅、尼克、吾奇 我們講的整個法家,而且我們從一個比較文明的角度 尤其是從一個中西對比的角度來看 歷史上的法家跟西方的法治之間的一個對比 歷史上要講到戰國儒家,前面還有一個道家 這怎麼得了?戰國儒家 好吧 我會舉一些關鍵的點 其他的東西,知識性的就很快講一遍 因為知識性的東西,坦白說,這些東西我都會放到網路上去 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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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跟師 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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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披判 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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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季 道祉 道家 道家 郭殿老子是怎麼回事兒? 他可能是一種學派的一個記載 這個學派的一些傳奇人物 現代的老子,也似乎不見得只是一個人所作 他的內容也在演變 古代的老子的版本 這個是有很多個 我們現在最早的是郭殿老子的版本 《戰國中期》 《戰國中期》 他能夠推出離 丐坊稱OUGH 《大 언� сказал 》 《大 언�ian 》 你是發生的 europe 經島uro 如旭 《大 언�ian 》 《反徒歸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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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談童歸真法 覺智弃變,名利百倍。覺巧氣力,盜賊語擁。 絕智氣變 絕智氣變 為何要絕巧氣力呢? 似乎應當時針對戰國時代的 因為智跟變、巧跟力都非常多 反而是天下大亂 打成一團 道賊很多 老百姓很受苦 所以要絕智氣變 絕巧氣力 少思寡欲 聖人之在民前也 在生後知 其在民上也 以言下知 少思寡欲 要減少我們的思跟欲 聖人 其指的是君王 君王 人是在老百姓的前面位置 隱身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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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stand 大臣 土Hmm 天下大亂 天下大亂因 如此 制限 如今 可以 為與律,人一旦有文化之後,會有很多的作為,會有很多的思慮,要民復孝,民要回到民才會恢復原來自然就會有的孝跟慈。 所以老子是希望回到原來的狀態,因為當封建陪敗之後,人開始會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情。 封建時代沒有那麼多的自變巧理,為甚麼呢?一切事情其實都是整齊規矩有理的狀態。 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以之爭。 而戰國最大的特色就是爭,而此不爭。 道橫無為也,侯王能守之而萬物將之化。 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以之爭。 而戰國最大的特色就是爭,而此不爭。 御乎如若東射川,尤乎如其若衛士林。 尤乎如其若衛士林。 尤乎如其若衛士林。 一切社會放下意識,著確定為欲望之爭,和思慮之爭。 天下太平 末世是想要建立一個堅愛的,大家是推廓出去的,然後還要天智,他要建立一個很整齊的,這麼一個上賢上童,都以最高的天子跟天為共同意志的集體。老子不要這種東西,老子就是一切解散,大家回家做自己。 一開始,初步是這樣的,但是背後還有深遠的內涵。 美是美的,其實這樣會產生惡惡。 皆之善,此其不善以。有不之相生,難以之相成。 特別要獲得調合了我們。 我們就叫她,納一拿從湖esi到油,快點 ups。 有無相生,難亦相成。有,一定相對於無,難亦相成,難亦相成。 無,難亦相對於無,難亦相對於無。 無,難亦相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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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無,難亦相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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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無,難亦相對於無,難亦相對於無,難亦相對於無。 因之言無,難亦相對於無,難亦相對於無,難亦相對於無。 你都心然地受之,這樣的人生才是你時時刻刻都是好的。 反而,你一心想要往外求,想要獲得這個,獲得那個,其實人生是辛苦的。 第一,你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真正愛什麼,也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都不清楚,只是獲得那個虛名叫台大。 你要放掉很多東西,我到底喜歡什麼,你要放掉很多東西,你才會有那個時間,有那個感受力,去感受到說,到底我是誰,人生是什麼回事,我要什麼樣的人生。 你真正才會掌握一個有思慧的人生。 否則,那就是隨俗嘛。 大家都要怎麼,我就要怎麼。大家都要好工作,好細索,好出路。 一個家庭如何如何如何。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大概就是這樣。 你得到了這個,就失掉了那個。 那從這裡進一步有他的本體跟宇宙觀。 有無魂成仙,天地生,極了獨立不改,可以為悲大樂。 他要一切迴返。 人生跟政治回到這個源頭。 宇宙也是一樣。 回到那個,渾然在天地之前的。 是這個聊天、極了,是好像沒有那麼多動作。 獨立不改,可以為天下武。 他也是一種比較寂靜的。 沒有怎麼樣具體內容。 獨立不改的。 當我們去看,回到那樣狀態的時候,好像人生可以安靜 那他像什麼呢?不知道他的名字字字曰道 無強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遠遠曰反,道天大地大,道大王大 道是很大的,強為名為大 大家一說 mainten欲千萬物は多於天力,當官人、天必方 Laden 海苔衝脾身 他的符柔緬來 他像天、天下之母、眼神萬物 互相對數、天下之母、眼神萬物 我們人,一般的世界上,是那種字巧詐為、欲望、越來越混亂。 我們如果回到這一個本體的時候,一切就安靜下來了。 這是讓我們的心靈安頓、讓我們的人生安頓、讓政治、社會都安頓的一個方法。 諸位說,這個到底是宇宙的源頭? 那我現在的物理學,怎麼講起來大爆炸啊,跟你的不一樣啊,如何如何? 不是啦,這是一種譬喻式的思維。 主題是說,當我們一切都迴返,當這個世界也迴返,回到那個根源。 這個世界的源頭,似乎是這麼一個渾然的,可以變化的。 當我們這樣學習的時候,我們的心靈跟我們的生命,也就能夠放下一切,回到根源上。 天一之間,騎由駝月乎。駝月是電鐵的風車,虛而不虛,動而欲出。 它是空虛的。 它這麼一擠風,可以擠出來。 虛而不虛,動而欲出。 你越空虛的時候,它能夠產生越多的風。 這比喻什麼呢? 我們這個宇宙跟天地也是一樣的。 當它能夠越空虛的時候,它越能夠產生萬有。 我們人生也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的心靈越能夠空虛,能夠空虛的時候,它越能夠具有我們一切的。 天地是實的,倒是虛的。 虛中生出這個實的萬有。 自虛而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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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 不需橫野。老子很清楚,一切具體事物都不能長久。 道家認為一切都是氣的俱善,所以自虛橫野。 天道圓圓各復其根,天道是運動不停的樣子。 老子也複雜而混亂。 天道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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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機也,亦散也,剛發生的狀態是值得注意的,機是剛開始的狀態 人生和政治的主要方向 自人是天沒落色,色是愛色神解 自人是天沒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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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是天沒落色 自人是天不關 自情 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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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得乃豐,個人到家,到了鄉,到了邦,是生家邦國,這個跟大學的秩序相同。 以本,從事或客人信號出發,兩者的態度相似,都主當往內收。 是他所收斂,這是他人生的智慧。 後來成為幾千年來中國思想的一個根本的智慧。 人生總是有諸多的煩惱、苦痛、做不完的事情,排不完的優先順序。 簡約,自人是天,莫若瑟。 回到,對理來講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地方。 征本,講正教之道。 征本,更是集中在正教之道上。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曰兵則天將居居左,商人居右,也以商女居之。 是以商女居之。不要以打勝仗如此的交集,他以收回來。 打仗是不得已,打勝仗是要反過來,跟平常不一樣的。是以商女的態度來居之,不是什麼開心的事情。 對於戰爭,希臘羅馬對於戰爭的態度截然不同。 性高慘烈,覺得是英雄的事業。 這是一個死人的事業。 不是說老子就不用兵,尤其後來的老子,是一個非常高明的兵法家,軍事家。 是一個戰爭的事業。 因此,由於方來的老子,我們要分隔不同的版本,我們要根據後來的老子的版本,可以看得到非常高明的軍事家。 但這裡面,已經懂得,他們對於戰爭的基本態度,是克制的。 為之者敗之,知者施之。聖人無為吾敗也。 人生越來越前景茫茫呢? 甚至於我們上次有談到末日文學、末世文學、廢土文學 為甚麼覺得對人類前景越來越悲觀呢? 其實恐怕都是我們的心太好外面好的緣故 早期版本比較跟思想的發展 老子首先是政教為主 然後提出是統治者或個人的行為方法 長生九世講話 主要的內容還是安天下之道 作到極致,讓大家回到事物的本源 老子最根本的道理就是一切迴反到世行的本源 回到世行的本源,你就不會瀰漫失經 你必須祈祟的精,就不斷減到世行的本源 你必須要的太多的 吃掉你自己原來生命的精 你生命的原來的 讓你生命能夠良好的 保住你的精華跟精髓的 這樣一種狀態 老子的論述 博殿的名本是:「故大道廢,安有仁義。」 這個安應該是解釋成為起。 大道廢壞,哪裏會有人義呢? 起有人義呢? 圖形本變成:「大道廢有仁義。」 是:「大道廢了,才有人義。」 這兩個講法正好相反, 還加上了智慧初有大位, 因為有了智慧才有大位。 所以圖形本的論述是比較激烈的。 老子原來講法是:「你要有大道才有人義。」 另外他評本說:「六心不和,安有孝詞, 方家昏亂安有正成。」 意思就是說,原來是其有。 六心都不和了,哪裏有什麼孝詞呢? 可是通行本變成:「六心不和,有孝詞。」 六心不和了,才去談孝詞。 邦家昏亂了,才去講忠誠。 這個就是激烈的一個批評。 也就是說,後來的老子們, 是比較激烈的。 甚至於原來是絕智氣變, 後來老子變成決勝氣智。 所以後來的發展可能是因為學派之間互相的批評, 他針對了儒家,在批評儒家。 你們講的那個仁義、孝詞, 還有你們的聖跟智, 其實都是大道廢的才有的東西。 有大道的時候, 只會沒有這個東西了。 有大道還是才會有原意、有孝詞、有盛詞、有盛詞。 所以曾經指使出一家, 才會lev文王之前是加盛詞、有盛詞。 所以就是比較這個智會的 entonces。 宗教學所以趾緊地斷。 有個常識的東西也吵便是在oser戒口出廢的。 。 ว company 拼心了便不是 誰的traiPhoneX. esperar書廢解了V crosses Weight 。 他爪恆不信了可以說, 爪到了你 WAT were seen马来滑足盒於武术。 德經在前、道經在後, 因為我一般稱讀老子, occupy多而之前, 好,大可道。必當道。民革。民革,民革。民革。 德經在前,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識德,是以無德。 古師道而後德,是德而拒人,是以無本的關係。 古師道而後人,是德而拒人,是以無本的關係。 上德,為上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焉上德也。 上德是指的一個君王,德大無上,故焉上德。 不得,言其不以德教你,英雄自然,養人心力。 他不是用他的德來教人家,他要每一個人回到他自己。 解散,回家做自己。 回到認識自己的本性。 周代的政教系統,因為文王有德,獲得天命而來。 到了春秋時,中央戰國,也是戰國天下大亂,周朝系統崩潰。 上德不得,是以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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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德不得,是以有德,是以著,順道可道。 他們的主犯最經常對於文王有德,是以有德的。 哪一位的主要是從你無中之間ous的順道。 不自以有德駡。 無故焉之雄,是以有德,不自以來。 無故之以為。 無故之之以為有足以見。 其能無故之以為。 其能無無故之以為。 其能無故之以為。 其能無德,是以有格之間, 全無故之以為。 以輕盡無為,作為政治上最高的道理,黃老字述。 以輕盡無為,作為政治上最高的道理,黃老字述。 善德之君,信受道之鮮妙,命德一之經緯,性命同一自然,情意體於生命,動作如一泰格,虛審和無天心。 命德一之經緯,一切而同一自然。 情意體於生命,動作如一泰格,一切都合於泰格,虛審和無天心,行和無天道。 情意體於生命,動作如一泰格,一切都合於泰格,虛審和無天心。 於是,就按照我們的天性去做,這樣就自然天人合一了。 而我們,一般正好相反,都是人為,用人的很多思想機率。 所以要拋掉人的思想機率,從天子開始,每一個人放下,回來,做自己原來的自己。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一樣,我們現代人,你們從早上開始,滿腦子。 啊,現代文明類的一腦袋,要做這個,做那個,要學這個,學那個。 你忙得不得了,對不對?很辛苦啦! 他說,通通放下,順其自然。 那時候我都不幹了嗎?也不是都不幹,你要順其自然地幹。 ,別不幹了! 不要那麼辛苦!我們活的太苦啦!太累啦! 我們活的太苦啦!太累啦! 這叫做, 命同一自然! 而精應體於生命, 那麽生命都相不大, 動作如縫与泰格,去得後禁。 非常的優美! 所以,學到家會讓人生優美! 自然地做,輕鬆自然地做,才會好。 努力是沒有用的。 你越努力,效果越好。 你如此之辛苦,非常努力讓你能力,不行啊! 你一定要放鬆自然地做,才會做得好。 任何事情都要放鬆自然地做。 我們很努力教,常常教不好。 我們非常努力,準備了一大堆,非常努力教學。 你聽不懂,要講什麼。 你要放鬆之後,才能溝通,才能聊天。 越有心,有心再奧花不著。 坦白說,所有事情都這樣。 所有事情都不積極,不然。 你可以很積極,但你要學會放鬆。 你越放鬆的時候,你的效果才會增增上去。 然後你的決斷才會聰明。 否則,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基本的方向就是不好的,甚至於錯的。 偏偏努力,結果一點都不好。 第二個,就算方向對了,太刻意。 太刻意,結果也做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情意同一自然。 性命同一自然,情意體育神秘,動作融於太格。 驅然和無天心,是非常有道理的。 智了黃老之術。 所以,君王都應該這麼做。日禮萬機都應該這麼做。 何況我們一般人。 他覺得一切大家要安靜下來。 很多時候拚命幹,是不見得要好結果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中共治於香港。 用法家的方法,拚命幹。 一天一會發白皮書,一會又發送中令。 發了這個命令,然後老百姓都反了。 其他什麼都不要做。 香港一點事情都沒有。 他如果懂得用黃老之術對於香港的話, 香港安安頓頓。 就是因為管太多、弄太多,結果都反了。 所以,順其自然,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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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無為而民之化。 我無為而民之化。 我無時而民之父。 我無耗盡而民之政。 我欲不欲而民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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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書寫了。 劉邦參帝也要恢復之前, 挖掘著漢文帝歧史。 漢朝興文帝錦帝 江澤民和胡溫的那個時代,中共上面管得少 上面只要管得少,經濟就蓬勃發展,眼藍生長,快速以超過百分之十的速度往前跑 然後習近平上街一路管,管之後就蕭條了 最後黃麗山市場快崩潰了 越管越糟,不管發展 那時候都不管嗎?其實也不是不管 文景之士背後是法家 作奸、犯、喝、殺人、怨禍的 不法的事情不讓人做 其他行不管你 這才是治大國的方法 中國這樣的大國其實不適合用法家 但是天邊對岸用的是法家 用墨家其實很勉強 那時候會強迫大家都當天使 大家都當天使 大家不當天使 結果也不見得變鬼國 再變成此時 情況很糟糕 整個道德倫理都都壞掉 那麽用黃老是有道理 那自古以來為什麽種儒家跟道家 因爲儒家會維持基本的人理道德 做人處事的基本道理 大家呢 讓大家做自己 這樣是一個整個才是個別的 各正親密 自古以來中儒道遠戶在這個地方 して 發生了様子 奮鬱erez 天多寄會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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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幸 民多利器,國家之婚 上篇不得是有的黃老字數,下篇是道經 道經在後 先是比較具體的政教 以德為主的論數,然後以道為主的論數 道經當中也有講到道,道經當中也有講到德,但是主從不同 以德為主的論數,講得比較具體 道是講得比較抽象,包含一切 包含萬物之道,天萬物,道是甚麼呢? 道經經理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 《非恆道》 《非恆道》 漢朝有一個皇帝叫做劉恆 庇徙又把恆字改成長 由於改成,改到現在 所以,在這種比較抽象的大改道非常大,就放在老子的下經講 什麼叫道的道?非常道,除了這一句,還有很多句 明可明,非常明,無明天意非橫明也 不可道也非橫道也,明可明也非橫明也 凡事可以講的這個道,都不是橫常的道 凡事可以用名稱來說的名,都不是橫常的名 這是極有智慧的一句話 有個人主義,就有社會主義 有共產主義,就有自由主義 有柏拉圖,就有亞里斯多德 有康德,就有黑格爾 有理性派,就有經驗派 我們都是偉大的思想 或者說是哲學家 我常跟諸位說 西方哲學史的兩千多年 就是一家國一家,道可道非橫道 到今天,就沒有哪一家 是舉世公認的 所以諸位現在是處一個 什麼都不太相信的時代 我們是一個 沒有什麼大師,也沒有什麼主義 也沒有什麼學說 來共慶的一個時代 我們是一個 解構的時代 後現代的時代 但是,我們連道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相信 老子是相信有這個道 老子是相信有這個道 我們是一個 解構的 日見於虛無的時代 老子不是一個虛無的時代 只要能說的 都不是那個道 只要能講的名 都不是那個恒久不變的名 沒有不變的實體 究竟 無名萬物之實也 萬物之實 是無名的 任何有名的 也不可能說萬物之實 有名之無名的 對立面 譬如說泰迪斯說 水是萬物的根本 那一定有水的對立面 那 畢格拉斯 數字是萬物的根本 那一定有數字的對立面 那有些人說 原子是萬物的根本 還有原子的對立 這也是古希臘的 波動 波動 那到底是什麼呢 這宇宙就是一個 什麼樣呢 任何的只要曲折 一定有它的對立面 因此 無名萬物之實也 有名萬物之母也 有了名 有水 有木 有金 有火 有土 有樹 各式各樣 有數字 這都可以是萬物之母 故橫無欲也 以觀其妙 我們因為既然是無名 所以要保持無欲 來觀事物之為妙之處 它是從一個無到有的狀態 無名道有名的狀態 而觀其妙之處 無名道有名的狀態 而觀其妙之處 當地王獨道 當你無為養神 無時愛民 寒光常歸 滅激密端 不可稱道 對於政治有很大影響 和尚公建老子 建漢武帝 講得很神話 他非身到高處 十幾丈的高處 寿經給大漢 天上給他 所謂傳漢武에는 宗主的寶吉 大碟 本極的是 俺代 panic ej 名可名也 非衡名也 《非自然常在之靈,常靈,當如嬰兒之未免,機子是未分,明珠在磅中美是處玉間,內雖遭遭,外如玩語》 《非自然常在磅中美,我動作》 英海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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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問有無,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何無欲也以關其廟,何又欲也以關其所教。 兩者同處異名同位,學之又弦,眾妙之嫩。 萬物之始是無名的,有名的,情成各式各樣的分別狀態。 恆無欲 恆有欲 恆無欲 ý 4匯 一生,我是律師,我是這一國的人,那他有他的道理,我要把這個道理也要窮盡他。 關起教,他道的教是編解最終的結果。 當我選擇當一生,一生最後結果是甚麼?當我是藝術家,我是律師最後結果是甚麼?當我做這一國人,當那一國人,我最後結果是甚麼? 他雖然是第二意,但是他有他的自己運作的一個重景,非常有智慧。 兩者同出,有跟無都是同出,一名同位。 玄之又玄,重要之門。玄之又同,重要之門。玄之又玄之又同,重要之門。玄之又玄之又同,同之又同。 回到有無的共同根源,那這是重要之門。 我們人生,既不是只是有,也不是無,是在有無中間來來回回,玄之又玄,既有也有無。 我發心做某一方面的專業,這是有,但是我也不只限於他,因為我還要做一個完整的人。 那我就超越了他,回到我無的狀態。 我做某一個事業是一樣,做這個事業是有,但我也不只是這個事業,我是個完整的人,就是無。 我做一個普遍的人類中的地環,這就是無。 我也不光是人類,我是做一個有生命的,做地球中的那個有生的地環。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有無是相生的,難易相成。 這樣人就變得非常活潑靈活,不受限,在一切的狀態裡頭自然地遊走。 該有就有,該無就無,不會卡死在那個地方,也從此解脫了我們生命的煩惱、束縛、固執、固執、苦痛。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那麽,道橫無為,而物之正。道是,道橫無名,樸為小,而天下俯改成。 童王若能守之,萬物將之兵。 道是橫長的,沒有名的,他是樸實的,他是獨立而無批的,他是很小的。 童王若有起,或深屬、和揀,或其仁、其漫、其妃不愛。 童王若能守之,萬物將之兵。 童王若能守之,萬物將之兵。 童王若能守之,萬物將之化。 童王若能守之,萬物將之化。 天地將自正 天地將自正 而是 何觀 這幾個古老的老子版本 思想翻譯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郭典本》 《內容相對術》 《我有生》 《戰國短期道秦漢》 《薄書本》《漢典本》 《老子草老人公》《張濟老子紫歸》 《漢代》 《內容大體近下》 《德經在前,道經在後》 《德經在前,道經在後》 《財經在九》 肯定在前 至字幕下 《前自以往》 《德經在後》 《道經在後》 《德經在前》 《到arde爾等我》 《萬寸本》 老子或道家 歐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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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歐洲,歐洲